主料,胡萝卜100克,鸡蛋一个,洋葱一个,糯米粉100克,面粉50克,主料,菜子有一勺,盐,黑胡椒粉两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胡萝卜和香葱,准备好鸡蛋和洋葱,准备好糯米粉和面粉,胡萝卜洗净,擦成丝备用,洋葱洗净切小块,将胡萝卜丝倒入糯米粉中,加入鸡蛋, 盐,胡椒和适量冷水,把云成较稠的面部,坚果烧热,低脊低油,舀入面浆,成小饼,让面坚质微黄,制熟,烹饪技巧,不需太多油,小火煎熟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